道教的神奇很多 有人拜玉皇大帝 也有人拜玉皇大帝的女儿 也就是所谓的七公主 不过你有听过 有人拜玉皇玉童子吗 这边是在台南的一处神坛 专门供奉玉童子 而且信徒还真不少 玉童子的身份很特殊 根据庙方的说法 她是玉皇三公主的义子 也是嫡传弟子之一 专门替师父夏凡行医济世 就连姬生也非常感念 因为玉童子就是救命恩人 不过很特别的是 每一次玉童子降价 都会发出很洪亮的鸟叫声 难道说这是什么特殊仪式吗 法师请神搭配小法团迎唱咒语 傍晚时分 台南路尔门一户民宅前 涌入大批人潮续集 等着迎接神明降价 鸡身紧闭双眼 手脚不停抖动摇晃 终于主攻 脸线中 但这个时候 怎么会用力甩手 嘴里还发出鸟叫声 这一幕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难道降价了神明 与鸟类有关 下一秒更换神医 继生又回到常见的降价状态 拿起法器显得威风凛凛 那么刚才的鸟叫声是 这一幕是凤凰 后不做梦 后不做梦的太平鸟 后大雕 一幕做起很多不一样 原来神明的做起也会降价 朱式罕见 但这一尊下凡济世的神 更是特别 他有没有育童子的副生物 有没有 那我开一道给他 育童子的育童子 帮你处理好 好 谢谢 叫他放心 好 鸡身自称育童子 这个名号想必很多人没有听过 不过在台南当地 他可是赫赫有名的神奇 据说专门替人处理身体的大小病痛 他吃很多就不好 就来这里经历就不好 很敏感 从我生病以来 不是育童子 他还七年到我的家里 我住家里 七年我家里去帮我作证 然后帮我固执 所以就已经五年了 一切都很平安顺利 这一间的柱子也好 或者是因为这个人 都在家天病 到一个百忙 减何女去拌 去擦 都可以擦 这未免太强了吧 这么厉害的育童子 到底有何来历 三肚子丟了 总共是有两个 一是育童子 一是八育工猪 修在神古兵 因为奉鬼是一间立高楼在行义 在正义殿 正义堂 在顾主流 让我生 据说玉皇三公主 有两名狄传弟子 玉童子就是其中之一 玉童子是向自己的神动 对观世音菩萨在想 到一个阶段之后 他对三公子两两 就来行义求生 但是这一间历史悠久的正义殿 供奉的主神就是玉皇三公主 怎么主神不下凡济世 却由弟子代劳 还找上有年纪的张栋铭当机身 这又是一段奇谈 我这间也定义童子就很久 所以才有这个机缘 我本来是一个无神鬼论的人 我真的不相信 心灵的插头做的嘛 张道明说 正义殿是由他父亲创立 但他从小就不管宫庙所事 就算上一代玉童子鸡童过世 问世中断了十多年 他也从不想搭理 偏偏那一天 当他正在卖耳肉的时候 突然不自觉大声尖叫 他都担很多人 让我稍微去宫庙 让我记得很大声 让大家交集都看我 让我一顿 我们男朋友也会拍摄嘛 让我把你挨 让你挨 让你让你闹开 让你有一个沉默给你看 病临风阔的情况 一连发生了好多次 找医生查不出病因 结果妻子问神之后才知道 十一童子找上门了 你如果想越烦 他来头越快回来 我也要什么便宋 他也帮他用来沾过来 所以他说给你 他会给你真的有 玉童子这个东西 这个生分的东西 细数着满桌的 累球奖牌奖杯 张道明说 自己向来最新鱼运动世界 以安分手挤卖鵝肉养家 实在想不透玉童子 找他代言的动机 而且还多次让他公开出球 他非常不谅解这样的做法 他跟记者聊着聊着 突然间 尖叫 哭泣 就像这个样子 就算已经代言十二年了 还是控制不了顽皮的玉童子 说来就来 实在不堪其扰 我最怕就是 我如果要去找某个地方 要去就像这样 我们外面生意不知道 就没法帮他 玉童子的孩子他就是这样 他就是 在展现了 怎么办 这个天命似乎抗拒不了 在家人的劝说之下 张道明不得不悍玉童子妥协 这礼堂断成二十几年 我们这段时间都是 半八千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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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而已 真的没有达到一个想要的一个重点 跟董主来找我爸爸 他世界不开口 可是最起碼有一个我们有一个希望 没想到我卖鹅鹅鹅嘛 我都利用每星期拜 到高雄 例如四星期都不来一定 我就跟我们正义堂的三公寺人说 今天第五个礼拜 我如果没有我感觉 我会说很抱歉我就不来了 本以为有机会跟神明讨价还价 偏偏事与愿违 终于相信玉童子的存在 但是自己何德何能替他代言 张道明始终不明白 直到某一次问世 才得知原来自己当兵时 就曾和他结下了不解之缘 翻开泛黄的新兵日记 一押还牙 君子报仇 种种的负面情绪字眼充斥版面 当年的张道明 差点被逼到走上不轨路 多亏那一句童颜抚慰 让张道明及时回头令他印象深刻 但却在多年后一次起机才揭露 救命恩人就是他 顽皮有个性却很善良是信徒们对玉童子的印象 说他既慈悲又正义 就连这一名外配也是他的忠实铁粉 每次经过庙宇神坛必哭 还会手舞足道大吼大叫 这名外配五世金枝一度遭受村民们排挤 实在是走投无路了 五世金枝家人带着他来找玉童子帮忙 才惊觉大事补妙 他头子到来玉童子来说 跟他爸不要说你后面背后你 他很激动 你 你大声来抬出来 我给你抬 你比他整整哭了十分钟 难道是卡到阴吗 据说玉童子当下不动声色 也没有特别处理背后铃 外配却开始明显好转 我们照经理 玉童子解决这次问题 怪病产生的外配 求助玉童子四次就改善 莫非是背后铃走了吗 没有 他一直都在 原来背后铃不是排名亚 而是玉皇家族的自己人 不管您信或不信 五世金之说 他确实重获新生 让左铃右舍泽泽称奇 也藉由这一桩特殊案例 让玉童子下凡既是奇闻 增添了不少传奇色彩 再来我们到台中 看看有一座待天五王府 这里面有一尊万善爷 当地人称他是宜纳公 大家会觉得很奇怪了 既然是万善爷 那不就是阴的吗 如果你要问神问孕问命 为什么不是找三太子 又或是找王爷呢 原来在这个背后 藏了这么一段 他跟鸡童之间的人神情缘 这位鸡身他就跟我们分享 一段非常不可思议的过程 他说他活中的时候 接连的这个万善爷 常常来找他 更奇怪的事情发生 有一次他到南昆新的 万善堂去拜拜 结果当时他才移进到庙里头 庙方人员居然迎上前说 我们已经等你很久了 这什么意思呢 他不是才第一次来吗 后来的说法 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了 原来庙方人员就讲 这位鸡身他的长相 早就已经牢牢地出现在 他的梦里面 出现好几次了 是谁在唱歌说话 是他还是另一个空间的他 他在水底去饮食的 那叫做水老师 那卡住了他时 也就要去小孩了 整天堕堕堕堕了 哭哭中了 念的公交公交 很多事情的就是 路上小孩这样 晚上八点 信徒围在一旁等着问世 没有多久突然传来一阵笑声 是谁来了 说起话来带有几分的稚气 一边唱歌一边坐在 专属的定义项头 今天降价的这一尊神秘 万善爷 金拉公 我们南军亲万千鸡 真是港就是万千鸡 那是天空 那是天空 那是天空的 金拉公不同于百姓公的万善爷 据说这里的金拉公七八岁的时候 就已经往生 本身是个小朋友 在拍摄采访的当天 他原本开心的表情 突然变得惊恐 怎么回事 你把我拼在你老 你把我推我推 直到要上镜头 金拉公坚持要帅帅的登场 这样有点厉害 很厉害 这样就厉害 有啦 完够了 接着赶紧要办正事 首先要处理的就是这一位 被无形记体的信众 是谁在控制着他 一下子又唱又笑 一下子又是跟自己讲话 这一切不寻常的举止 说来就来 搞得明小姐好心烦 人家又是个有无一帅 家庭又是个无一帅 家庭又是个无一帅 再这样下去 怎么得了 他赶紧求助王爷 还有金拉公 好可怜 我来电梯 大家就要点灯 放我这家水流湿灵 把它放下 王爷做出 神明做主导人的问题终于解脱 刘庙里说 为信众服务 本来就是神明赋予他的任务 虽然他一在抗拒 一在落跑 但终究躲掉 因为他跟神佛的情缘 在冥冥中 早已终定 我跟十几岁的时 知不知道国中的时 让主言就是我们万千丽 跟我们的地方说 我如果在拜拜的时候 主言他就现境在我的头上 一天就交代 叫我说一後要好好修持 让我为人做一些事情 要做救世家的工作 神明谁不找 偏偏找上刘庙里 说到底 原来他们家是鸡同世家 我阿公 我阿伯 这些都老基生 我就都待他们在他们的身上 就都在这里做这些工作 处理庙屋工作跟当鸡同 可是两回事 当时的刘庙里 对当鸡生 有着说不出的反弹 他一直躲 甚至还跑到大陆开餐厅 这一代就是九年 最后餐厅生意从高棚烂座 莫名变成了负债 在那一晚王爷又照上他 如果你有想要重新再去 你可以回来 回来 回来台湾的时候 揣不信名书 好好去做 我也有疼 我有叫他 跟他搗三天 也做我很大条线 让我躲过难关 与其说是绕了一大圈 又回到原点 不如说 该是你的 永远都跑不掉 早在刘庙里 帮忙处理庙物的期间 王爷都会到他的梦中 将他五星八卦还有七星步 这似乎也意味着 他日后注定要为神明服务 而他之所以跟英纳公结缘 说起来有一点玄奇 九年前的某一天 他来到南昆森万圣堂去拜拜 才一进门 一双眼睛直盯着他看 怎么了 为什么要等他 他也不会实践错人了吧 这万圣堂 他说有法徑给我看 要叫他请这个新春回去福塞 万圣堂有交代 看你的名誉 你就这个戳戳戳戳戳戳戳 看到这个你叫他去拔杯 拔三杯 请回家的拜拜 请买我福塞 虽然被英纳公点名了 有庙里只好将英纳公的神尊 按照程序请回去 但他又没有开庙 该怎么处理才好 最后只能当家神 不过说也奇怪 有一天晚上 他做了个奇怪的梦 把这把牌扁下来 更麻烦 这会是什么牌扁 王爷的时候 他如果叫我去牌扁 我也一直在抗赤 我知道 因为我差不多知道 这个抗赤的时候 这个就是一定是叫名的 我一直抗赤 没有手没有处理 不过也没有处理 他手处理的时候 偷一下就开了 就是台中台天我王府 好吧 既然神明要他开公庙 留庙里只好听从旨意 为神明替众神救世 果不其然 王爷跟英纳公神灰显赫 开庙至今神迹不断 而其中最让人嘖嘖称奇的 就发生在床不问世的 黃先生身上 那一天神明降价 突然告诉他 是啊 当下的黃先生一脸无疑 但定好的日子 难道有什么问题吗 王爷没有说理由 纯粹改了时间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答案就在原本 定好日子的那一天 我叫爹尼师盼那天 就是我们兄弟兄弟 过世去 明明是在那天 叫我们伴尼师 要拿进行 神明指点要改日子 听起来既旋起 又不可思议 却让黄先生对王爷 还有英纳公深信不疑 有时候问世的日子一到 黄先生就会到庙里当志工 也会请神明 帮他看看运势 我也会给你 道理在家的团庭 都运势 都运势 好 不是 你们说什么 你来帮忙做主 这里的主神 虽然是王爷 但大多数 都是由吉他公 降价问世 刘廟里说 当机神虽然很辛苦 但既然答应替神明服务 就要推广这份信仰 帮助更多的行众 有时候庙方也会举办进香活动 跟其他庙宇进行交流 在台中的这间公庙 也供奉戴天府王爷分离 不过很有趣的是 替信仲解决疑难杂症的 是这一尊三太子 据说这里的太子爷 办事风格很特别 不仅萌业 而且还爱吃口香糖 目前正逢疫情 公庙暂停问世 在拍摄的当天 特地请示太子爷降价 来跟记者聊聊 还让我们见识到了 他的神威 不仅如此 三太子不管问世 或者是静香 也都是蒙着眼睛 虽然是太子爷降价就是 不过庙方供奉的主神 其实是这一尊黑面三妈 我们的黑面三妈 从要过年前跟我讲说 他黑面三妈已经临止了 以后我们供的那个 就是说直善妈 他主意的事情 他生活也很多 地方虽然不大 却有很多人 拥有大批的信仲 公主说 近期即将进行搬迁 要把这一份信仰 往回流传 帮助更多的信仲 台湾大戴旗五堂半会的 各位好我是俊向 我是雨昕 台湾大戴旗长期以来 为大家搜罗全台湾的重案 还有那些难以理解 不可思议的奇人奇事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 YouTube会员 给我们最大的支持跟鼓励 你在加入会员之后呢 你就可以得到 一个专属的徽章 就可以跟着我们 来看全台湾更多 非常离奇的社会案件咯 台湾大戴旗 您的家庭是给我们 最实质的鼓励跟支持 啊 五堂半会的 赶快动手 加入我们的会员吧